最近大家肯定都憋在家裡 然後憋壞了吧 我也是 然後今天放學了 因為最近天天都在外邊吃飯 所以我的錢包已經吃不消了 所以今天就自己去買菜做飯 然後剛才我去買菜的時候忘拍了 這是買的食材 買了一塊牛排 就是肉眼牛排 然後還有一包大蒜 然後一包迷迭香 因為食用油和黃油我家裡都有 所以說你就先不準備那些東西 然後現在我還要去買一個平底鍋 因為我家裡其實是有平底鍋的 但之前在家裡煎帶魚的時候失敗了 然後那個平底鍋就是現在就是超級不美觀 所以說我得去買一個新的 然後以後煎牛排 還有 很奇怪的是我在一家建材超市 找到了鍋碗瓢盆這些廚具 好奇怪 正在我回家路上 所以來挑一挑 其實我感覺不需要太大 這個有點太大 可能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尺寸好像有點小 那可能我覺得還是得這個大尺寸的平底鍋 然後30塊錢還可以不貴 不不不 在我一黃眼間發現了另一種 這個好像是專業煎牛排的平底鍋 這鍋超重 是那種鑄鐵鍋 超厚超重 一隻手都拿不起來 好了 現在我呢 是已經到家了 然後準備做一個牛排 然後我們開始 這個放到這邊 然後下面是要放一點粗鹽 就不要用那種 平時大家炒菜用的細 那個會沒有 沒有質感 好然後對 就是兩面都是這樣 兩面都 我就先省略這步驟了 然後就是它醃製好 然後放它一會兒 因為是才從 超市裡的冰箱拿出來 然後我才回家沒多久先放一會兒 好趁著現在這個時候 可以把剛才買的鍋給發動起來了 然後點火 燒鍋 然後煎牛排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高深的油 就不能打廣告 想想怎麼辦 這個油就可以了 就是怎麼這個怎麼這麼亮啊 反正就是中國的那種調和油 就可以了 然後先把鍋裡的水燒乾 然後再放油 現在這鍋裡的水已經燒掉了 然後已經非常熱了 然後現在倒一點油 哎呦 哎呦不行不行 這鍋太燙了 怎麼東北化都冒出來了呢 然後現在就是等待它燒得很燙很燙的時候 等到它冒煙 現在已經這樣感覺已經非常燙了 所以說把這個牛肉放進去 哇 期待 期待一下它的聲音 哇 我的天哪 天哪 美妙 一股濃濃的肉香 噼哩啪啦啦 的滋滋的聲音 太美妙了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的樣子就可以翻面了 因為牛排 不要 哎呦天呦 不要烤太久 然後現在翻面 你看這樣就是非常 非常合適的一個熟度 它正反面 然後它中間裡邊是不會太熟的 因為我是不太喜歡弄太熟 所以說 就稍微生一點會比較好吃一點 所以說 現在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我還是要弄一點其他的東西進去 直接扔一塊黃油下去讓它融化 然後這個時候再放 放一個大蒜 哎呦 大蒜和這個 這個 米蝶香 蝶蝶香 蝶蝶香 反正差不多 然後牛排旁邊 著力的給它 風擬一下 風擬一下邊 哎我真的不太會 我天哪 然後 這個時候其他的這些汁也已經化得差不多了 然後把這個有點多了這個 黃油把它扔 然後現在有一點餘溫 因為我不喜歡太熟 所以說讓這些餘溫來烤一下它 然後拿一個小勺子 這部好難啊 這個 然後現在就是把它這個 牛排放在這一次 把它它剛才用黃油烤的汁集中在這裡 然後往上澆 就是給它一個最後的調味 非常OK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在下煎牛排 顯得我超專業的樣子 其實我真的沒底 所以我可以做得好 哇 還不錯耶 看起來 還可以還可以 這多給它 焦一下 我覺得我這個有點太生了 可能就三分熟 三分熟也能吃 就這樣出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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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出鍋 好大 我一個馬吃的完了 哇 哇 略微地擺一下小盤 有沒有什麼好擺的 OK 好了 接下來就是神聖的切牛排時刻 但在切牛排之前 得有一點儀式感 給自己開一瓶香檳 自己開一瓶香檳 慶祝一下 OK現在開始切牛排環節 好緊張 真的是三成熟 失敗了 這能吃嗎 我的天 失敗了 結束了這期視頻結束了 拜拜